我們今天來到五谷工業區 對 你來幹嘛啦 我們今天呢 要來完成我們家最後一件裝潢最重要的事情 我跟你講人啊 一天有二四小時對不對 對 大概有八小時在睡覺吧 如果 所以你不只 你應該有十二個小時 我差不多有十個小時在睡覺 應該有十二個 對 沒錯 所以今天呢 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來找一張 不要睡很久的床 你知道床很重要 你要在上面滾嗎 我覺得 我覺得 你要在上面滾動 等一下等一下 你知道 不是 你只要做一些運動 我覺得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睡很久的人 找到一個睡很久的床重要 我跟你講人不一定會陪伴你一輩子 可是床會陪伴你一輩子 你這樣講 我這樣講是不是很有道理 所以我跟你講 找到陪睡的 找到好睡的床很重要 對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 其實很棒的一個座床的公司 而且他有一個非常年長的師傅 今天我們來問他 怎麼樣才能做好床 沒錯 我跟你講床 真的非常重要 這種東西也是要靠 那個經驗累積的 你沒有聽過一首那個 童謠叫 就是要慈慕手中線 就是這樣的概念 對 就是你一定要經驗夠勞到 你才有辦法做出非常好的床 之前我們家也都是手工彈簧床 所以我們就已經決定了 下一次買新的床的時候 一定要讓也是手工彈簧床 因為我們家就差一張 對 我們最後一張 Crain Size的彈簧床 今天我們要來找師傅 拜師學以 我要成為一日床鋪 師傅 Check out 好 第一個步驟 我們就是要先做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呢 我們要先幫他裁好他的線 我剛剛問師傅了 師傅說 阿你就照這個線阿 這樣剪到底阿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先做第一個步驟 你是會不會啦 對啦 對著線 他剪歪了耶 可以啦 歪了歪了歪了啦 剛剛師傅都很帥 他可以一刀 然後都不用這樣子 休息就可以到 你剪下過啦 可以啦 這個下面是泡棉 上面是布 他是有一個厚度的 左右 你是不是在剪這個時候都想 我是不是剪錯條線了 你剪這個時候 我都剪對 有啦 有有有 你剪這個時候是不是有想著你老公 沒有沒有 你確定沒有想著你老公 沒有沒有 這顏色我很喜歡 灰色配白色 師傅你現在在做什麼 車鞭 車鞭啦 車鞭 這個為什麼要車鞭 這個車鞭要紅線比較不會 被...被掉 這個...這個旁邊好像... 沒有那個車...車鞭的... 剛剛就厲害了 你這多久了 這個... 他... 四五十五 那我今天一天學得起來嗎 沒...沒辦法 師傅直接把他敲毀了 沒有...沒有... 沒有... 知道你跟人家說 你看看你四十歲而已 講多久 哈哈哈哈 我四十歲 我要七十歲 我師傅 你有看到師傅多俐落嗎 對 我覺得如果是我可能要... 車一整天也是歪的 欸你... 你今天不是要來幫忙的就... 有啊有啊 啊你先幫忙看喔 我幫師傅翻鍋 我要師傅翻鍋 我要特平要...要拉... 沒有拉鍋 歪掉不好看 師傅這太難了吧 為什麼要剛車這條線啊 因為他要防止他不會跑掉 不是 不是喔 不要拉緊 不要拉緊喔 不要拉緊喔 好啦... 真的不要拉緊 欸可是這個... 欸這個我可以嗎 師傅你不是說很簡單 欸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可以給我過嗎 這看起來沒有欸 還是很難 好啊你要車... 不要... 不要車歪掉 欸你這樣 你有聽到師傅是剛剛說的 欸不要車歪掉喔 欸這個床不是我們自己要睡的嗎 這個SAM... SAM不要車... 車...誰來誰去就好 那個SAM不能車誰來去去 好 要車到這個拉布喔 好好好 好緊張我要車了 欸有像欸有像欸 有沒有歪有沒有歪 有像欸 我要踩囉 我...我腳太抖你知道嗎 沒有車痘痘痘 你看你車痘痘痘 你車痘痘 你...這張...這張我不要啊 我要換一張師傅車的 好啦算了算了 師傅開不下去喔 再車一點點 欸欸欸欸 啊我一點點我一點點我 這個都喵喵 你看人家車人是平平的 我覺得我今天玩 我覺得我今天玩 40幾年公益有可能 沒辦法 還是要交給老師 我們要把他的名牌車上去 欸聽說他是什麼 可以免費4歲是不是 對免費4歲100天 欸我也可以免費4歲 你可以免費4歲我一下嗎 可以喔 進入祖宗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 蔡依林小教室嗎 現在是... 好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我跟你講 堂皇床最重要的是什麼 堂皇啊廢話 對當然最重要的是堂皇嘛 它其實床有分很多 有獨立童啊有堂皇床 為什麼我們最後選擇堂皇床呢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堂皇床呢 它們每一個堂皇之間都是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我們為什麼沒有選擇獨立童 當然啊有人習慣睡獨立童 對 我們比較不習慣 所以我們後來還是選擇了 傳統的 堂皇床 原因啊 就是因為它各部的連結啊 是比較緊密的 通常來講 會比較耐用 獨立童啊是單一體積 受力比較大 所以耐用度可以稍微差一點點 對其實像手工堂皇床 基本上它是不太會壞的 它們如果再怎麼換 也是只有壞外面的表布需要換喔 欸這個堂皇看起來很用欸 超用的欸 我跟你們講 這個床啊基本上它不太會壞 老闆還是有提供很多服務 第一 它終身維修保固 你有問題就來找它 再來 它們一般啊床都只有保固十年 就是只有保固床 它是全部 全部都有保固 你看到的表布啦 什麼有的沒有的 都是有保固 我也提供免費四歲啊 而且我也終身保固啊 我一歲十年啊 欸你知道它現在弄的是什麼 這是椰子漿 這個我知道 欸這個叫什麼 椰子棕 木堂啦 木堂一個棕啦 木堂一個棕啦 棕嶼的棕啦 椰子棕啦 師傅說我們現在要幹嘛 然後紅頸嗎 紅頸 它一般都是用錠的 你們是用縫的 我們都是用手工 師傅你不要一直做欸 你讓它做它都沒事情 會喔 你確定喔 會會會 這樣子 欸這好粗喔 你這個往下 等一下那個一定往上 你醒來的喔 好把它往上 是不是 啊這個太短了怎麼辦 太短了 太短了 都把它拉掉嗎 再接 再接 再接就不做啦 你看是不是 多有慧根 嗯 欸往上 然後再往下 欸這張我們要自己睡的捏 然後再往下嘛 再往下嘛 每一步我都要確認一下 不過等一下弄錯怎麼辦 它跑掉了 哈哈 什麼東西 自己想辦法捏到沒 自己想辦法捏到沒 對啊自己這樣捏到 對啊自己這樣捏到 對啊 呵呵 我跟你講我成績 今天之後就會成為高土 欸人家師傅為什麼穿一下就過 然後我到現在來 欸你少人家50歲 穿不過去 這 這很粗欸 這個洞很大 好好好我要來 我要來 然後再從下面嘛 再從下面嘛 再從下面 我們要鋪它裡面的棉被 我跟你講它們是全床 一層一層 你知道一層一層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這樣 跟洋蔥一樣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對它是一層一層 全部都是手工工 也是要縫上去好不好 筱普白的 這一層是什麼 這一層是棉被 那先拉鋪什麼 然後再放一層泡棉 泡棉 然後最後要幫她穿衣服 不…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師傅我們現在這一個步度有什麼 拉布 要把它縫在上面 你又在偷懶對不對 對 我又在偷懶 因為師傅說他覺得我的技術很爛 叫我用看就好 他說 棉被泡咧 棉被泡棉 最後再把這個拉布 全部縫在一起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嗎 你講得你好像 因為要固定 我為什麼知道 嘿 對對 看是不是 講得好像你已經上班好幾天了 我真的 完全就是天之聰明 師傅完全看不下去 你有看到師傅嗎 他每一個都一樣大 而且他那個用力要 要拉緊 要拉緊 你看到 你看到嗎 厲害吧 我師傅厲害吧 你是不是要check out check out 是不是天之聰明 走開 走開 他嫌你定肥 欸真的很不簡單耶 你看他一針一線 真的都是縫上去的 對啊 而且他現在要翻另外面 你知道要幹嘛嗎 要做背面 對要做背面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翻背面嗎 我跟你講他兩面不一樣 對 你為什麼知道 對 因為 因為他有兩面 因為有些人喜歡睡薄一點 有些人喜歡睡厚一點 他兩面的厚度是不一樣的 很專業耶 是不是很貼心 我剛好看師傅他 然後把旁邊多的那個 割掉 然後再鋪上這個 欸這個比較薄耶 太軟了太軟了 就翻了翻了 喔 這邊做比較軟了對不對 對啊 啊以前不是都會做那個像炒熟的 現在不流行啊 現在 那球比較少 大家不喜歡睡太硬了 啊 現在都沒有冷氣了 好啦我已經快做好了 你哪有做啦 你都在旁邊偷懶 有啊 師傅我有做對不對 有 有你看你看 我跟你講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洞 師傅這會呼吸對不對 對啊 那有透氣的 對透氣的 這叫會呼吸的洞 這樣子我就可以在上面尿床對不對 蛤 可以啦 那尿床就不可以了啦 尿床不可以 那麼大 那個洞是為了要呼吸的 但如果你呢 如果裡面有打 真的不小心打翻了什麼東西 說真的稍微太太濕了 他還可以透氣 裡面就不會發霉 那個洞是有用意的 每個洞 都有每個洞的功能 跟用意喔 我剛發現一個東西 欸12點了 應該要休息了吧 你看到嗎 11點58 12點 中午了 我肚子有點餓 可是師傅還在做 你就要偷吃東西了 可是我覺得 會不會有點餓 師傅在那邊有 把一個點心 我看很久 一直很想要吃 你說那個麻辣味道 對對對 不然你問師傅可不可以吃 那個多久 我都沒吃過那個東西 我都沒吃過那個東西 可以吃啊 可以吃啊 哈哈哈 師傅說可以吃啊 可以吃啊 12點的可以吃啊 可以吃點心了 我們可以下工一下 準備休息吃點心了 身為一個徒弟 你就是 在自己吃之前 師傅也要吃 所以 貓 師傅 要不要吃一口 謝謝謝謝 對啦 吃一口啦 謝謝啦 謝謝 師傅說工作不可以吃東西 你...你三次那位 要拜拜 要拜拜 要拜拜的力量 要來講四點 不然你還說 那... 要... 要拜拜 我怎麼一直放回去 要去拜完 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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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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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 然後還沒拜 你來講一下 好我就在這邊 等師傅做完 10點心 人家還沒弄好 你就準備包床 我只想要下班吃那個麻辣 現在在寫什麼 工作 寫工... 喔我以為在訂便當 本來想跟你說 我要兩個排骨便當 吃不下了啦 吃不下... 我想說中午了 想說以為師傅在訂便當 想說是會幫我們訂兩個 你又沒有在做 我要兩個 然後我要加兩份 現在要飯少 師傅收工了 收工了 你看 師傅都會算 12點2分 對 收工吃飯啦 吃飯了 吃飯了 我們最後要包套子 就可以吃飯囉 師兄跟我一起套 師兄說 從這邊這樣 一起進去就可以 今天就可以上班了 好 我喝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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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上班了 我跟你講 一招套套子 寵騙全天下就是我 很會套 怎麼吃飯 不行 這真的很重 這個 欸 欸你不要在那邊拆啦 我還幫我啦 很重欸 這沒有很重 你自己一個人搬就好了 我坐床很辛苦 你就自己搬吧 欸這queen size的耶 女人室的 這真的很重 欸你很過分 欸我覺得我們真的很誇張耶 我們大概是youtube建 開最多家具的 我現在連床都在開箱是怎樣 可是就剛好搬家也是 少一個床 勢必一定要那個啊 對啊 來看一下這個床 聽一下 聽一下放下去的聲音好不好 好啊 這樣可以 我要放下去囉 好 喔好大聲喔 我的天啊 蹦一聲 這床很真材實料 可是 我 我還要再翻起來一次 我那個LOGO沒有放正 我累了我 所以你這樣放板了嗎 不幫我就算了 然後我現在 弄錯了還要自己在 找著LOGO 剛剛應該要先看好在丟的 對啊 你還是爆板啦 等一下 我快流汗了 真的再一次 躲在地道牆上 它真的很重啊 好了 你好棒喔 我要來開床了 好喔趕快來開 搞定 恭喜你完成了 對 剛剛好耶 好舒服喔 欸這個 軟硬度不錯 我覺得我需要睡午覺 有點累 欸我覺得睡覺還需要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最需要的就是你啦 我覺得你不只需要我 你還需要這個 欸 這什麼 欸這枕頭很重欸 你哪有什麼枕頭啦 那是 保持力帶 欸那個很重要欸 欸這個枕頭好像真的好像比一般的稍微重 這個枕頭啊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個枕頭嗎 為什麼 因為一般我們 我們都會一個人睡兩個枕頭 可是這個枕頭只要一個就夠了 我 只有睡一個枕頭 只有你跟你女兒一個人睡兩個枕頭 好嘛 因為有一些枕頭睡久就會塌掉 然後不然就是它的高度不夠 可是這個枕頭就解決了我跟我女兒的困 這個枕頭老闆聽說是前陣子還缺貨啊 特別拿給我們的 這是真的 好看一下啊 我真的實測一下 兩公斤厚的枕頭到底是一樣 對而且裡面是百分之百的水尿羽毛枕 它真的就是很重 跟一般那種真空那種枕頭 就是感覺 這個整顆枕頭都是台灣做 然後裡面是全部都是羽毛枕 沒有 對 是不是摸起來不太一樣 是 我給我加 很扎實吧 這樣子也許你們就感覺出來 對 它是不是真的很扎 你睡睡看 你睡睡看 我教你怎麼睡 他這個是不是叫什麼不挑枕啊 是什麼 我教你怎麼睡 你應該過來陪我睡 我教你怎麼睡 我跟你一起睡我就會睡 我教你啊 你先聽我講啦 好好躺著躺著 不是這樣隨便躺的 不是這樣隨便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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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挑枕嗎 不挑枕就是隨便躺 你是養睡還是側睡 都可以用這顆枕頭 好扎實的枕頭喔 那我問你這個不挑枕到底是怎樣 我先教你怎麼側睡 好怎麼側睡 你先起來 我先起來 對 喔我記得要喝 這個枕頭啊 如果你要側睡 你就是從左右兩側往內推 把它擠壓 再側睡 真的真的真的 這樣子 它就補起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側睡了 我側睡喔 對 這是側睡模式 不帥嗎 嗯 你怎麼樣都帥 謝謝 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你要養著睡的話 我要養著睡 如果你要養著睡的話 這樣子 可是我喜歡睡高一點 如果你要你要你要 那你要高一點我教你 怎麼樣 真的老闆有教我 就是你要從中間下方裡面的羽毛 往前推 這樣子喔 對 然後你再睡上去 這樣子嗎 對 它這個枕頭蠻特別的 對啊你看 它會一直這樣這樣 你看喔 會定住的耶 對它會 所以它會依照你的身形去調整 喔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你頭上面再往下推 頭上面的枕頭 頭這邊對不對 對 喔 就這樣就感覺是 連那個肩膀 都在上面 它就會 依照你的身形去配合那個枕頭 欸 真的很舒服欸 這樣子有這個床 又有這個枕頭 我人生已經滿足了 我跟你講 睡覺佔人生很大一部分的時間 所以枕頭 分床是非常重要 我人生現在就只差一個人 躺在我身邊 對 沒錯就是我啊 晚上記得自己把床鋪好 然後等我回 我要睡覺了啦 累了 今天影片結束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睡的 請在底下留言 歡迎 預約報名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喔記得要追蹤我們的EastGrain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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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others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 You're my heart